我們一定不要忘記 對革命掏頭顱灑鮮血的 我們的革命前輩 千萬不要忘了過去 也挺資源的 人民的美好生活 一個民族 一個家庭 一個人都不能少 我們要誠心再出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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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 六十四 他就說 我六十 那你是大姐 這個大姐是應該的 走路就說 這個烤是幹什麼的了 問那個石帕磚大姐 是吧 說的是這個烤是用來烤臘肉的 他說你們家的臘肉一定很好吃 是吧 這起來我覺得它是老百姓一種 樸實地為民情懷 石帕磚用苗譽問習近平主席 怎麼稱呼您 習近平主席回答說 我是人民的勤務員 這裡就是楊老師家 那天總書記來嘛 楊老師剛站在那邊 很驚訝一看到 真的是總書記 想都沒想到 兩個在這裡對面就說話 他看見我在那裡 一動不動 他就主動走過來 到我面前就說 你是特學教師嗎 我懵了 才開了幾秒之後 你怎麼知道我是特學教師 我倒是雖然沒了 但是我馬上就回答 是的 他就說好 好 很好 就親切的好 我是 不玩什麼 才跟他說 總書記啊 總書記 萬萬你曉得 你會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他說我一定會來的 那是我們前程人 是最開心的一切 老少少都很開心 笑著 笑咪咪的嘛 是吧 總書記的位置 好像就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像這樣圍一圈嘛 往這邊圍一圈 總書記在這裡 兩個老人就圍在這裡 坐在這裡 嗯 當時有多少人能參加這個 當時座談的 好像也有二三十七了 我們在抓扶貧的時候 切記喊大口號 也不要定一些 好高霧遠的目標 扶貧攻堅呢 就是要實事求是 因地制宜 分類之道 精準扶貧 一個是發展生產 實事求是的講 能抓什麼 實實在在的抓起來 一個是從公共服務的角度 像這種貧困村 應該給它得到什麼保障 給它切切實實保障起來 第三個就是為了下一代 能做些什麼事情 我想我們現在到2020年以前 把這些事做實就行了 一進來坐臺就問主任了 主任說我們爐拉油拉拉油 就說我們的天土面積很少 我們就是生臺3.3 這個生臺很好 主任說完了就轉頭問我了 您是第二個被提問的是嗎 第二個就問我了 看你的基本情況怎麼樣 大不達到小行水平 我人品就是1600多 心裡很不舒服 很難過 不好意思跟主席誹謗 他拉起來提了很多 看了我們這個經濟以後 我們這裡風景比較好 他又看了以後 他又說 這個是小張家見 所以就說明你這裡發展 旅遊也是有幾年 因為貧困 十八棟的姑娘們紛紛外嫁 村裡好幾戶南青年 年近四十依然單身 習近平主席到訪時 村民們也和他提到了這事 幾年之後 習近平主席 依然惦記著十八棟村 南青年的脫單問題 你剛剛兄弟說的 老百姓脫單 就嫁進來的人都回來得多了 原來不是四十多個單身派嗎 新年有多年七十八 七個 就是脫單的大年青年 七個 給你說幾句話吧 跟說自己差不多 是 自己也就是十八棟村 那些大年青年 脫單的那個人 那些事 好像總是繼續關心我們 是不是 關心我一樣的 九年的時間裡 十八棟人均年收入 從一千六百六十八元 增長到了一萬多元 迷猴桃 自來水 旅遊等產業發展壯大 村裡興生出了 蔣姐園 民宿店主 農家樂老闆等十多種的 新的職業 大學生返鄉創業 青年人脫單成家 老人們一養天年 精準覆平 讓十八棟 這個著名的貧困村 變成了中國脫貧攻堅的 市藩村 十八棟的變化 讓我對中國的農村 有了新的認識 對於改革開放之後 出生的我們來說 貧困似乎只存在於 祖輩 父輩們的回憶之中 十八大以來 習近平主席 把扶貧作為治國理政的 重要內容 做出了一系列 重大決策部署 在全國範圍全面打響 脫貧攻堅戰 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 各地農村通過發展生產 異地搬遷 生態補償 發展教育 以及社會保障等不同 舉措來消除貧困 這種因人因地因貧困原因 和貧困類型 實施的精準扶貧幫扶政策 究竟最初發源於何時何地呢 我們繼續前往習近平主席 曾先後四次考察過的 寧夏回族自治區進行觀察 2016年7月18號 習近平主席來到寧夏考察 之前他曾分別以福建省委副書記 國家副主席的身份兩次前來 西海故人的貧困 讓他對這裡念念不忘 馬叔 你好 好 過來 很輕啊 你好 我問你這邊一張 你看 這是您的主啊 這主房 這就是幾早年來 就在這個房間 對 當年就在這個房間 好 這個 打眼的就是這張照片 這就是幾早年來就在這 這是您的孫女吧 孫女 老婆 那是我們個女兒 這座片這是一個窮戸代表 這是一個要牛大戶代表 這不是說這一個嗎 這不是我們以前自說 這是我們從事件 從事件 從事件幾五斤 今天以後 今天從事件都這樣問我 這個房子蓋了多少 房子蓋了多少年了 我說十九年 我說你這個房子蓋了多少年了 我說你這個房子蓋了幾年 回祖們也非常 叫救衛生 因為衛生非常改靜 嗯嗯 就有問我說你今天多大了 我說我今天五十九年 你比我小 這是我老姐 哎呀 到時候把我姐 都幾年了就去了 正經 到時這下午三節 就是個三節 四十年的樣子 那些雨非常大 我把總書記引到大門上 能看出總書記大就去塞 往我們家 就像我一樣 這下午都得咱們這個大傘狗尿 尤其這個傘去的 還是個老百姓 就是去能動 我講我到時蓋著那個 雨非常大 我要把雨傘 對嗎 打擾了很 到時幾度已經 蓋著就出過 出了雨傘 才能往日傘的 蓋著蓋著出了雨傘 就是熱淚的 確實了 這是牛的品種你需要 這是什麼 這是下國的呀 都是外國的品種 這是華國的 像這種肉牛 它這個出籃呢 這很大 這兒豫肥能長多重啊 市長 你長個550公斤 550公斤 這土國的這個齊 這個有多大 市長 市長 這是一瓶 你說一個總書記 那牛棚你小心能躲下 牛棚你躲下去 牛棚你要威鬥呀 要牛這科技呀不太厚嘛 這就說明總書記對人民 想要去漏北興嘛 山坡草 中書記可以謝忽 在我們農村還得有一個好織布 團結帶領廣大的群眾 再進一步會小康 我們還要更上一層樓 還要繼續農業 做更好的生活 我們農民在這兒 我們農民在這兒 領導我們生長都在那兒做的 西海故曾經苦吉賈天下 新舊貌換新顏 2016年到訪時 看到村裡的飲水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住房等生活條件有了明顯的改善 村民們還找到了牛羊養殖等 產業脫貧的路子 習近平主席十分欣慰 我現在來看草子了 我現在來就看 習慣這種胖子 這樣做的講究吧 它燒胖子在胃子 我們那會兒睡著看好了嗎 主要是你把草子 把草子借去 他主要是看什麼呢 看下面 就是看撲子後著嘛 噢 撲的好不好 看撲子後著嘛 撲子後著嘛 周裡就說這個娃娃 小雪都是咋咋咋 我老大子也睡著呢 老大子也睡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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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也睡著呢 就說你們生活球間後著嘛 我說後著呢 吃的豬球上我都後著呢 說整菜後著 我整菜後著說後著大人 我說老大子夢都睡著呢 見哪兒的家呢 你娃娃呀 小雪呢生活不呀 那個生活也怪著呢 小雪也沒問我的名字 說問我爸爸我們家幾個孩子 隨後問我你上幾年級呀 我說四年級 說看見我們家那個 廚房裡面那個洗浴冷 說我一周洗幾次澡 問你一周洗幾次澡 我說兩次 說你洗澡的時候冷不冷啊 我說冷 隨後問我說你要好好學習 不能讓 我給我爸爸說 我問我讓孩子說在起泡線上 說好好學習長大了 為果成果做一些貢獻 多起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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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幾年裡 楊嶺村立足當地資源 和傳統優勢 把牛羊養殖 種苗和鄉村旅遊等產業 發展方向 獲得突出成績 馬克郡把家裡的死頭牛 交給企業同一飼養 他還到福建 觀光學習 回來後將牛棚 改造成了老馬茶館 招待來往的遊客 賣些麻花 傘子 蜂蜜等土特產 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馬克郡還在村使館做起了講解員 把楊嶺村大發展 鄉親們奔小坑的故事 想給更多的人聽 習近平主席對西海固貧困問題的關注 要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 西海固是寧夏南部山區的代名次 這裡地處黃土高原 乾旱少雨 1972年 聯合國糧食開發署曾將這裡認定為 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 1996年 中央確定福建對口幫扶寧夏 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 擔任領導小組組長 直接組織實施幫扶工作 1997年 第二次閩寧協作會議在寧夏召開 習近平出席 會議結束後 他和代表團前往西海固實地考察 五天的時間裡 走訪了六個縣 他就從這邊 從紅綠的下來 沿著這個 到時候這個地點 中間是校門 沿校門的地區轉過來 轉了一圈 看了一圈 就轉過去 走這兒過去嘛 就是這個小岩境 像這個就 可能就是個十米左右 關蓋嘛 他一天一約幾步就能關心目的 其實去看了嘛 就問了個情況 對這個聯賽州的這個抗憾 這方面還是都給了一定的肯定 他比較樸實 實在 穿著也很樸素 就穿個夾克扇 穿個穿得好像是旅遊鞋 教鞋 反正很樸素的 到南京呢 也很平和 跟群眾隨便說 跟我們的幹部隨便交流 我當時是福建 江湖這個雲夏 就是在他那個西海路 全國最群的地方 他也是從一個產業 發展起 第一次來那個印象深刻 貧困 這裡的生活非常艱苦 當時也是深深地震撼了我 群地方我也都見過 我也住過 但是到了這個上個世紀 九十年代 我們這兒還有這麼窮的地方 這麼困難 我還是心裡啊 都受到很大的存在 被西海谷的貧困所震撼的習近平 下決心推動福建寧夏對口幫扶 在他的大力推動下 彭陽的蘑菇種植葉 隆德的馬鈴薯加工廠 靜原的牛羊畜牧業先後開展 除此之外 習近平提出了吊樁移民的政策 號召村民從這片 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土地上搬遷出去 1997年7月15日 距離盈川市區約50公里的一片戈壁灘上 習近平親自命名的閩寧村破土東宮 其中 敏代表福建 寧代表寧夏 之後 寧寧村的移民數量不斷增加 到了2002年 寧寧村改稱寧寧鎮 他去以後到那家子做房子一開 燈泡一開 點出來就是開館 然後到西菜盆子上 一絲水蒙圖 水毛這樣 那個西菜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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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盤菜 一盤是土豆醋牛肉 一盤是西紅石醋 兩個特別精緻 其實小的那個棉油很簡直好看 把那個火銅就很磨著吹了一下 這個是守著什麼東西 說現在都守著是煤炭 他就說了 說以前咱們在這個樓家他在山尾的時候 靠年東 靠東就這麼大 掃著都是那個蓋女風 掃著蓋女風 現在你們說是說 現在都掃著沒炭 他還是試著做了像這樣 挺好 1997年 在我大治理策劃的 搞這個一營吊樁工程 吊樁是名樣子 村從這兒吊到這兒來 一方社會都養過不了一方人的 一方案搬出來 讓他們到有機率發展裡頭就發展 就說到這個移民吊樁 就說是像移民吊樁這樣大的工程 這樣大的工程呢 就是只有共產黨能開廠 這就契現了咱們這個社會 最制度的這個優惠心 總之還要繼續說 為什麼叫吊樁呢 就是把這個計劃 移民給他丟到這個計劃裡 擺到這個計劃裡去 海洋收拾這要治 1997年4月 在看完閩寧村移民點時 習近平提出兩年建成 三年解決溫飽 五年脫貧的發展目標 從此 閩寧村開始大規模 新修水利 整理土地 引黃入灘 培育發展蘑菇 葡萄酒 枸杞等特色產業 這才將搬遷出來的移民 留在了這片土地上 如今 閩寧村的移民數量 達到了六萬六千多人 他們在這裡安居樂業 幸福生活 2016年習近平主席到訪時 謝忻昌和他共同回憶起 閩寧鎮這二十年來的滄桑巨變 1997年4月份 在這扣塌的時候一開 扣塌一開 這雖然倒是個蓋沙灘 但是您拽著扣塌一開 離黃黃膝蓋去不約 只有二十多公里 那是您去教了一句話 說把這黃黃的水咱們用著上來 可能您倒是那個景極比較落後一點 說我回去向中藥大一個寶貨 把福建送內寶貨全拿出幾千萬裡 所以你咋知道 我說我們這開發區的 該不給我教了 我說還有一個 說還有一個什麼 您做的時候把這裡拖著 還拿著迎賞花園了 然後您在迎賞開那個座談會 就說了 讓來不散去的回憲移民 該回往這裡 經過拖著的花園 只有黃黃水 硬著上來以後 這真什麼 真什麼 我倒是去說去 這次就快報警 說明了我們中國的人民 就是一大戲 這些都只是把人民投機上 我們中國的人民在這蓋沙灘上 能走得來 能問得來 只能咋下根 能成奸家園 全是留意的 我同志 跟明寧正的福樂小警大點子叫 明寧正的明天還有會話 明寧正的福樂小警 在移民白錢中 給我們探索吃了一條 考照大都 我又把這個寶貴經驗消 全國提防 明寧正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這是扶貧的一個必要手段 生活收入通常幾十倍 二十倍 二十倍 五百塊 到現在一萬多 再有呢 你們搬出來了 也把那個生態改善修復 這個是一條非常可以持續左右 我看到你們這個生活 看到你們現在所洋溢的 這種幸福感 我內心也感到很欣慰 也謝謝你們做的工作 你們做的工作呢 給我們指出了我們 可以走的一條正確的康庄大道 祝我們所有移民吊樁的 鄉親們的生活越來越好 因為有總書局我們這個計劃才發展得很快 因為有總書局我們明寧正現在可以說是很出名的 對吧 尤其是去年那個電視劇 筛很清晰播出以後 那個裡面的情節是非常非常開通的 我開始開始都流淚 真的 作為咱們一個普通移民 我就是一個 敏尼協作這樣一個最大的受益者 我得到了最多的實惠 所以呢我就是 不僅是輕人而且是恩人 在敏尼鎮的發展歷程中 敏尼合作的腳步一直沒有停止 敏級企業數量持續增加 僅2019年就有7家敏級企業落戶敏寧 6家敏級企業實現了擴資 東西部協作成為了解決貧困問題 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國方案 我們立足我國國情 把握減評規律 出台一系列超常規政策舉措 構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體系 工作體系 制度體系 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 建平道路 形成了中國特色 反貧困理論 作詞文化 貧困群眾始終是習近平主席最深的牽掛 他走遍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 50多次調研扶貧工作 為解決貧困問題擔驚截律 以我將無我 不負人民的世子情懷 引領打贏脫貧攻堅戰 兌現對人民的莊嚴承諾 2017年中國脫貧攻堅進入到深化之年 在這一年的全國兩會上 習近平主席在參加團組審議討論時強調 防止反貧和繼續攻堅同等重要 此後他又多次深入貧困地區調研 這年10月 中國共產黨十九大 把精準脫貧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 進行全面部署 錨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 距離攻克深度貧困堡壘 動員各方面力量決戰決勝脫貧攻堅 在這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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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氣特別冷 零下三十多鐘 三十六七度 你看那樹上 樹上都冬著那種冰色 哦 其實都是接的那個時候 你看那個背的 總書記相當於是 在咱們這兒最冷的時候 摸著這麼樹就寒天子裡出來 這個就是那個 在廚房了 廚房 好 好 這是自己做的 好 這是要拍手像嘛 好 咱們分享一下吧 好 來分享 咱們弄著自己弄著 自己裝著自己炸的 嗯 真好 總書記個人可高了 用牌大臉的說話可溫柔的 那個手呀比一般的手 就又大又綿滑 哈哈 新春愉快啊 嗯 謝謝謝謝 謝謝 一年雞下 謝謝 你們家炸的那個 挺好吃的 咱們這兒家家戶戶戶戶 家戶戶戶戶戶戶 那個叫 咱們這兒叫 中國炸 對 國炸 你看我在北京啊 愛吃那個炸拍菜 所以現在一般呢 我這個過節的時候 我自己買點那個炸拍菜吃 還有薑米條 好 對 他那個開口笑 開口笑 張北是河北省西北部的一個縣城 位於蒙古高原最南端的霸上地區 屬於國家級貧困縣 在脫平攻堅戰打響五年之後 德勝村413戶當中 仍然有超過一半是建黨地坎的貧困戶 我建議總書記接下 他說問我 我去哪兒做啊 我說總書記在哪兒做啊 你看來 人家還不知道你要做哪兒 人家就問你這個主人了 他說你在哪兒做啊 我是總書記 那兒總書記為了 後來他是一起做吧 他就跟他一起去做了 我一開始說是總書記來啊 我說女兒啊 這麼大幹部也弄不到咱借 結果呢你看 咱到南派就是我們 那我還借總書記了 就怕你緊張了 他跟你說 我家來也過年 要買點這個薑米條 炸牌餐 出個買二斤回來 算得小道那個時候 跟你就是咱們這個 普通人老家床一樣 火車跑都快全靠車頭帶 現在我們火車頭就是黨支部 然後靠我們這個村的基層 基層組織 包括村委會 現在我們又加強了 扶貧 我們這裡有這個扶貧工作隊啊 扶貧幹部啊 把這些啊 夯實 夯實不是說現在沒有 都有 有 關鍵上他有實效 發揮 發揮作用 決心有 目標有 措施有 關鍵在落實 我也想不到 這個總書記那麼毛 回復活得那麼消息的話 他說是你守著呢 你種什麼品種呢 我說那會兒種那個 就是馬鈴薯還有天才 總書記他就寫上了 所以你還是說 守著多少錢 都就我說是 一筆一筆守著 算得我守著十萬三 十萬二 算上一千塊錢 你怎麼生活 我當時沒法回答了 總書記說了 你得好好幹 不能讓憑空 不你支撐 你現在很年輕 你得要留氣球的加油幹 那天早上起來 我們都弄了好多面 開始準備紮馬 原來突然院子裡邊 來了好多人 當時我想著 那是誰 我一看這不是習大當嗎 當時都沒有想到 因為電視裡頭 還在播放前一天的新聞聯播 我一在想 這真是 我媽才真是 完了我爸跟我媽都出去迎接 還有我弟弟 他們都出去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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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爺爺 這個是女兒是吧 還是 這是家裡什麼人 姑娘 姑娘啊 叫爺爺 好 你好 爺爺抱抱 幾歲了 跟我們握完手以後 就是 開始指這個糕 說它是用大米的 還是小米的 給我們講這些 所以這個是大米的 主要的是小米的 我們說這是鎖的 總書記說 這是有兩種米的 一種是大米的 一種小米 這是一種米的 一種米的 這就在 there 你們走裡 這就在邊上去 這就操了吧 對 可以操了吧 四塊子 來 妳繞一塊 這個算炸好了嗎 對 這個算好了 外邊的油鍋也熱了 我媽端了一盤出去了 真正正準備炸呀 洗到了順手就接過來 那個筷子跟著你 就給炸糕放進去 我弟給拿了盤接著 我爸給拉 我明明我們老家都是那種蜂箱 我爸給拉蜂箱 好多那種筷炸進去以後 洗頭說這個筷炸到金黃就可以 我想他都知道炸到金黃 然後控油 控控油 都給拉到那個盤裡面 一次炸了七八個 第二次又自己拿手撿的 最後又給炸了一次 當時時候那個油燒得挺強 他有點火大了 腸總說就炸有點流利 最後我們說了總說就有點太腸 總說是有點腸 徐學海一家四口考重底衛生 2015年徐學海得了心臟病 需要十萬多塊錢的手術費 他回了家打算放棄治療 後來又被女兒帶去了醫院 手術之後全家背上了四萬多塊錢的外債 當時就問我 你一個我的病情 你在哪裡那個看的 花多少錢 你抱多少 最後就問問你們這個地方有沒有醫院 你假如你這個病情要發住什麼事 你怎麼拍 我說這兒有醫院 那兒有山花裡吧 有醫院 從出去到後來到門口 一直都拉著我爸的手 都在安頓馬大安府那種的叮嘱 特別親嘛 從來沒想到一個國家的一個總書記 那麼忙 看一個我們像一個農村底下的農民 沒有想過 最後總書記就說了說 你要以後就多保重這個身體 當時我就留下了眼力了 我就激動了 我一看國家這麼大的領導 問我這些 我就心情特別激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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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德盛村大力推廣 微型馬鈴薯大紅種植 水培蔬菜種植 中草藥種植 光伏發電等產業 提高村民的積極性 盤活集體經濟 除此之外 德盛村鄉村旅遊如火如荼 二十多棟不同主題的民宿小院 吸引著慕名而來的遠方遊客 全村年接待遊客 全村年接待遊客可達五萬多人次 2021年 德盛村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了206萬元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一萬九千多元 成為了農民富 農業強 農村振興的最好寫照 你不能辜負總書記的期望吧 總書記不說要樓棋修的加油幹 我不能辜負這個 所以我就有豐富的勇氣好好的幹吧 總書記走了以後吧 這兩年吧 我的這個經濟收入也高上去了 我也感恩總書記 感謝共產黨 我們希望總書記 再來給我們這個沖子裡 我們得勝 看看 看看我們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領導 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 是抵禦風險挑戰 距離攻堅克難的根本保證 只要我們堅持黨的領導 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就一定能夠辦成更多 像脫貧攻堅這樣的大事難事 不斷從勝利 Trustee��氏 走向新的勝利 這個生活過得像吃湯一般 你有點苦采 這都不少 好 不少 給他用 esos 好 糧食看来这都是 全村都没问题吧 中国共产党 就是为了中华民主 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 奋斗的大国 你们这里的墓尔很聪明啊 也靠这个墓尔啊 我们脱禁之父 小墓尔大产业 2017年2月26号 江西省井冈山市率先宣布脱贫宅报 之后内蒙 山西 贵州 西藏 重庆 青海等地的贫困县 也相继宣布退出贫困序列 经过七年的艰苦努力 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持续下降 2020年初 中国832个国家级评论县中 还有52个尚未摘帽 成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关键所在 社会主义呢 就是要让人民啊 过上幸福的好生活 那么我们这个人民的美好生活啊 一个民族 一个家庭 一个人都不能少 2020年 尽管有着新冠疫情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考察的足迹 依然没有停止 在脱贫攻坚即将收官的关键之年 习近平主席第四次来到宁夏 总书记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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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員過來 露員掌心了 這是露員 來了多少年了 13年 13年了 13年 7 8年了 怎麼樣 過來還習慣了 好嗎 好 6月7號的時候 其實整組的咱們這個 紅石部說的就是 皇上賣錢費 風特大 三成某幾步就是 都外勢一朝雨 外勢一朝雨 今天天氣 就是清了 特別好 西天風都沒有 夜夏的拖也沒有 啥都沒有 習近平主席 在一行人的陪同下 來到了劉柯瑞家 進入小院之後 習近平主席停留的第一站 是他家的牛棚 您現在養了多少頭牛 現在家裡都養了這兩頭 這個牛馬上可以養賣了 可以送進來 這一兩天 也不只是一兩天 當時總是摸這個牛的時候 就是摸這頭牛 對 也是站在這個位置嗎 就在前面 在前面這兒 到時候牛卷跟前 總是都停下腳步 就是開這個牛 看這個牛的時候 然後說你這個牛叫個啥 意思就是啥品種 劉柯瑞就是細胞 他兒 說能摸就摸嘛 劉柯瑞 大家其實都說可以摸就摸 其實就是這句 誰說的就把手掌 手掌摸一頭 一把錢走下去 你頭有 就把這個頭 就是這樣 喝不可以喝 哎呦 油香 這叫油香 這叫油香 嗯 這長年吃的 是嗎 這是我們開摘卷 砸的 開摘卷 還沒吃完 我們樂家 樂家的錢給這個包子 我聽說是鴨頭 樂桌薑 給拉鞋開了一下 這對是明顯的低質 你樂家的還是這個套配包 嗯 現在白鞋在上面 你看就做上了 款超名料的轉彎包 嗯 像這種這個變化呢 確實是 變化了 變化了很多 白鞋在這裡 白鞋腹肌的變化 現在心裡差勢吧 差勢 在這兒什麼都方便 看電影也方便 孩子上學也方便 就剛接到這兒 老百姓就說 共產黨和黃河十一天 就是因為我阿蘆之家 2012年搬遷時 劉克瑞心裡充滿著忐忑 他擔心離開土地之後 全家人無法生活 如今八年過去了 劉克瑞全家都已經找到了 自己的生存之道 除養牛獲得收入之外 劉克瑞還給村裡的小學 看管足球場 兒子和兒媳在附近的工廠上班 每個月也都有固定收入 我家現在 零扣的收入現在 已經達到十萬元了 十萬左右 我是就這麼個收入 說很好 總是這樣聽得很好 非常高興 說很好 現在咱們就黑話 這個移民擺得一處問不住 現在咱們這個家門規矩的機會 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問我兒子說 你在老家呢 你大公家嗎 我兒子說 他因為老家大公 說你在什麼地方大公 他說他就贏傳 說就是贏傳 你咱們老家大公 你還跟上好這個老伴了 還能夠經濟 對 工程該結束 跟你把下一次請 父親就拿回家了 跟上不好的老伴 你來來回回坐車 你還老爸這麼個錢 咱們家門口就業這時候 就感覺跟自己的老人一樣 關心孩子那樣 我兒子還在地下都亂跑了 出去的時候 總說就在我兒子頭上摸著說 這小子挺肥的呀 當時他離開的時候 在門裡處理的時候 一路被心都覺得 就故障了 就算是你們的兒子還在後頭 總是就是你們的兒子還在後頭 祝你們幸福啊 祝你們幸福啊 習近平主席曾這樣深情地說 40多年來 我先後在中國縣市省中央工作 扶貧始終是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 我花的精力最多 2021年2月25日 在全國脫貧公監總結表彰大會上 他用三組數字向世人宣告 現行標準下 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 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 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了解決 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人物 這意味著中國走出了一條 中國特色剪平道路 兌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莊嚴承諾 創造了標柄史冊的人間奇蹟 這一連串的數字 也深刻詮釋了習近平主席 人民至上的赤子情懷 道出了他牽掛的國之大者 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中蘭,古今,環固全球 沒有哪一個國家 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實現幾億人脫貧 這個成績屬於中國 也屬於世界 製作文中蘭,全球 中蘭的國王 光臨全球 他順次有甚中堡 中蘭,全球 辯中蘭,唯一 олн州 那種蘭,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